香港反送中示威 昨天下午群眾是二度前往香港機場 集會 抗議警方過度使用武力 示威的人群是擠爆了機場大廳 導致機場二度癱瘓 昨天下午四點半之後的班機都被取消 而另外 面對香港警方暴力鎮壓的情況嚴重 國際間也紛紛地表態 支持香港示威者 落單的警察被示威民眾圍攻 其餘警察趕緊前來支援 一度還傳出有員警拔槍警告 香港民眾發起第二天警察還眼行動 與前一天不同 示威者主動阻擋旅客離境 導致香港機管局週二下午四點半後 就暫停所有航班登機服務 晚間十點多 警方接獲機管局請求 來到機場協助旅客送醫 意外引爆幾名衝突 凌晨還傳出有環球時報記者傅國豪 被示威者綁在機場行李車上 還遭到毆打 前來香港旅遊的外國遊客 則擔憂香港不安寧的局勢 港警鎮壓情況嚴重 國際間也紛紛表態支持香港示威者 美國總統川普受訪時表示 希望中國能和平解決自由的問題 川普同時透過推文指出 美國情報單位告知 中國政府正往香港邊境部署軍隊 大家都應該注意安全 參議員克魯茲也推文將繼續推動美國香港政策重估法 直到港府撤回引渡條例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則建議香港政府應該傾聽港人提出的嚴正關切 也呼籲中國謹慎處理港人的訴求 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 也警告中國若介入將會有災難性後果 彭定康也認為剛上任的英國首相強生 應該積極拉攏盟友 例如尋求華府支持 以確保中國不會介入處理香港問題 記者正文人 中間剛綜合報導